1990年出生的张美轩目前已经是中国MMA赛场上最炙手可热的选手之一 从2004年习武至今他曾获得过多省的散打冠军 在转战MMA赛场后又在多个大赛中打出优异成绩 《钻山报》张美轩在昆仑爵赛事中立刻强敌夺得MMA周济金腰带 并在昆仑爵索契战中国战队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拿到了一场宝贵的胜利 张美轩不仅搏击造诣颇高而且他的品德也广受好评 来自贵州的同族玉面杀手张美轩已经成为这方擂台上最具实力与个人魅力的综合格斗明星之一 从2007年开始便在国内外各项大赛上展露头角 包括曾获得2007年陕西省武术散打锦标赛56公斤冠军 2010年湖南省第11届运动会60公斤冠军 2010年新加坡MMA综合搏击比赛56公斤冠军 2011年北京市散打锦标赛56公斤冠军 2012年贵州省散打锦标赛60公斤冠军 2013年内蒙古57公斤全国冠军金腰带等荣誉 其标志性的手臂十字固曾令多位对手保长苦头 与之交手的拳手很少主动与他进入地面博弈 这也是对其强悍地面能力的一种肯定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对手阿西莫夫 是最具威慑力的擂台汉将之一 他习惯于依靠一击毙命的重拳结果对手 这种天生神力令每个对手唯恐避之不及 可以说有非常强大的桑柏的功底 桑柏他们就是研究左腿比较多 想必呢这一次也是有备而来 刚刚呢对于张美军来说呢 这一拳校的高手不能给 非常突然 非常突然 你看张美军呢 太突然了 张美军摆脱机关 张美军摆脱机关 还没开始便以叙事待发 张美军以一记记轻四座的二体角式 高扫腿惊爆全场 双方进入杀鸡四伏的战力拉锯战 阿西莫夫率先用重拳将张美军击倒 一番绞杀过程中 张美军在电光火石间用锁腿对手 对手凭借大师级的挣脱能力 将自己抽脱了出来 但是拿到了一个被拿背了 这个对阿西莫夫对张美军来说特别的不利 看怎么样 张美军是利用前滚翻逃了出来 好张美军现在是不是有这个三角锁 没有 没一个僵持的局面 让对方站起来 非常的这么一个僵持的局面 非常漂亮一个非常突然 刚才是阿西莫夫 现在是阿西莫夫 他是摔跤手一般是非常不情愿处于下位的 他不轻易的上上套 是的 太阳又被打嘎出嘴了 你看看 刚才张美军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起跳式的落踢 阿西莫夫实时干扰 逼阿西莫夫犯规 华斯帆也是直裁过 可以说是多个世界顶级 现在双方的体能效果并不大 好一个单腿的方向山 刚才啊 现在双方的节奏呢 慢慢来说的已经下来了 张美军使用非常积极的下位的防守 刚才施展了肘击 这个时候看看张美轩 漂亮一个小式的翻转 这个竞技状态 要直接后手 大家看到阿西莫夫有意的去防 张美轩的低扫踢了 直接后扫 刚才一个直接的 阿西莫夫一个直接的后手 但是呢 被张美轩抓了防守反显 但是现在张美轩 拿背不好 被拿背哎呀被勾进去了 张美轩这个时候那么的 又翻了过来 结束 张美轩 非常令人惊叹的 缠斗的功力 而且是快速的反映能力 一般的摔跤手对于上位的 调整休息一下 二回看还剩下最后的24秒钟 变换非常的快 嗯 在场面上来看哦 腾 飞气 压哨了一个飞气 张美轩一度将阿西莫夫打得节节败退 已经足见适应对手的打法 在一番险恶的地面斗法中抓住时机 用招牌式的三角锁给对手致命一击 成功橘沙降服 好 好 这位有点 你要是吧 反正是是对 我早上 好 好 举coll 态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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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好 我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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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方选手在第三回合一分五十秒 以三角锁相攻握上 张美轩